首次馬斯克又有驚人之舉 宣布旗下大腦經驗公司將開發一項無線裝置 讓失能患者恢復行動和溝通能力 有望在半年內開始進行人體實驗 除此之外 這項實驗還渴望解決先天失明患者的視力問題 幫助恢復癱瘓或是帕金森氏症及阿茲海默症的行為能力 馬斯克也特別展示被植入晶片的猴子 運用腦波打字或是玩打磚塊遊戲 舉出晶片以能記錄和解碼動物大腦發出的電波 看似測試結果相當成功 也讓馬斯克信心滿滿 馬斯克雖喊話 也想在大腦植入晶片 但卻似乎不是所有人都買單 對 伊朗 如果你告訴我們你是一部機器 我們都會完全驚訝 身體實驗原定在2020年進行 卻拖到2023年 其他家競爭對手早在去年就成功 讓劍動患者在平板上打字 加上馬斯克的實驗曾讓猴子出現 內出血和癲癲等死亡案例 馬斯克的大腦計劃能否被大家買單 但恐怕沒那麼容易 閃靈新聞 總統報導